你见过比孙悟空还嚣张的唐三藏吗 此时的唐三藏手持几乎万暴打众神 大闹天宫只为解救自己深爱的一个人 这个爱情固执还得从两天前说起 话说涉及四人一路难行来到这个国度 受到了这里村民热情的招待 结果当晚孙悟空就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 这个地方居然没有一个小孩 而唐三也不见了 原来这里是树妖的领地 听说吃了唐三肉能法力大增 所以胁迫村民帮他抓人 就在唐三一脸懵得被村民的斧头包围时 孙悟空及时出现 用一个小法术就解决了 然而树妖带着树子的树孙已经冲了过来 密密麻麻的一片 看到悟空密集恐惧症都要犯了 于是他拽下一把猴毛 为了游吹却发现猴毛居然失效了 关键时刻他开启了新的召唤书 成功召唤出无数独子独孙 只见孙悟空的金箍棒变成超强电文胎 树妖的耳松都变成了灰飞 独子仇孙手持小弹弓 前方未射击 碾压式的殴打让树妖措手不及 气氛之下一脚踹飞了悟空 弓上的悟空将金箍棒变长 树妖瞬间被处在了悬崖峭壁上 下一秒 树妖抓紧金箍棒 一把将悟空扔飞 手战势力的他明白自己打不过树妖 于是干脆将唐僧用蜘蛛丝捆起来 金箍棒给里面一插 也就捂住唐僧的嘴巴 告诉他使用金箍棒的秘诀 随于悟空投授出白色大剑 金箍棒带着唐僧原地起飞 而悟空等人被树妖牢牢锁在原地 就这样唐僧经过漫长的飞行 终于成功降落妖怪聚集的地 妖怪首领直接派东施看守他 结果东施是个不将就的妖 一个大旋转就把唐僧的保护剑撤了个金光 唐僧见子赶紧跪地请求给口水喝 东施虽然长得丑 但是是个善良的女孩 于是出去给唐僧拿水 就在他回来的瞬间 却发现树妖突然出现 正准备抓唐僧时 东施大喊爱你一万年 金箍棒瞬间被激活 东施打倒树妖后 两人赶紧逃跑 而树妖大军却开始清洗整个妖怪村 就在中妖死伤无数的时候 唐僧站了出来 然而树妖还没等抓唐僧的时候 不将大火球直接打了他一个措手不及 可是天空出现一道光束 一颗弹被缓缓带走 树妖误以为西式珍宝赶紧冲了上去 就在他们夺宝的时候 但就像长了眼睛一样 分分钟闪人跑了个无影无踪 而另一边 同施拿着妈妈给的小蛋 带着唐僧一路逃到了东海 人之归成像突然到来 那这定海神针又不在我这 在他呢 你有什么理由要杀我 要拿他的定海神针呢 杀了我他未必会给你 不杀我他也不见得不会给你啊 所以杀不杀我不应该用你来决定 应该用他来决定 这么莫及的唐僧归成像也是第一次见 毕竟他只想要金箍棒 自从悟空将金箍棒带走之后 整个东海的妖怪都开始晕水了 如今在岸上生活的他们 皮肤都干得皱皱巴巴 这才想要抢定海神针 谁知唐僧这么莫及 导致贵成像金箍棒也不要 直接自杀摆脱这个花牢 这一切被龙王看了个正着 就在他们准备抓唐僧的时候 金箍棒再次被东师启动 分分钟打倒他们 直接还变成了金船带着两人逃跑 之后他们去了南天门 希望得到神仙的帮助 谁知看守的四大天王非但不帮忙 还准备抓唐僧给贵成像报仇 天君一发之刻只听一声 金箍棒变成了无数拳头 绕着四大天王疯狂吹 只有两人再次坐上金箍棒跑路 自灵中东师一直纠结唐僧爱不爱他 得到否定的答案后一气之下直接走了 唐僧抓起金箍棒去追 结果发现东师被中央围攻 就在他即将被砍头的时候 唐僧冲了出去自曝身份 就在中央磨到祸祸的时候 红海尔却要求唐僧从他胯下钻过去 唐僧为了救东师 忍着红海尔一万年不起早的臭气拼死 端了过去 就在中央感动唐僧的勇敢时天降出现 并且还杀了好几个被唐僧感化的妖怪 一气之下唐僧举起金箍棒 将他们尽数消灭 由于开了杀戒 唐僧决定做一个厉害的妖区 救自己的徒弟 结果就留在了妖怪村 不光学习打架 跳奇奇怪怪的舞蹈 甚至学会了吐口水 晚上唐僧一身蜘蛛侠装备 正在树林里挑大声 突然看到一颗巨蛋 打开之后里面居然还有一个女人 一打听才知道 这个女人居然是外星人 然而还没等她再问世 东师和她母亲突然出现 母亲一把大刀直接扔出 准备解决这个复兴汉 也至一个黑洞缝中出现 不仅吸走了大刀 下一秒天空居然出现一艘外星飞船 听到动静的妖怪出来准备打架 红海尔手当其中丢出风火轮 就被光束吸入飞船中 留一双破鞋被丢了出来 以接着无数持枪外星人出现 将所有的妖怪团团围住 这些妖怪为了活下去 直接出卖了东师 原来之前妖怪被感化都是假的 不过是东师想出来的计谋 就是为了骗中妖唐僧中了毒 一个月后才能吃 不知情的唐僧以为自己被耍了 拿起金箍棒就要走 里外不是人的东师 面对中妖的辱骂无地自容 他冲过去阻止唐僧离开 却被一把推倒在地 无助的东师只能大哭起来 这时母亲走了过来 却告诉了东师一个无法置信的事情 原来东师不是他的孩子是捡来的 只有母亲留下东师出生时世面自带的盒子 而东师触碰盒子的瞬间 一束白光闪现 东师彻底被分解 天古丑女为何让金箍棒如此稀罕 原来此女来自外太空 就在昨晚 东师打开了母亲留下的太空盒 里面赫然有一块芯片 只有她整个人被重组 第二天 一个美丽的东师出现 不仅受到蝴蝶的血 最后更是出现一对天使的翅膀 走在一旁的母亲欣慰到忍不住流泪 另一边唐僧说服了女人帮他救徒弟 就在外星人大战抒腰的时候 金箍棒居然罢工了 理由是不想打架休息一天 更加糟糕的是 女人的外星人部队 意外发现了可以离开的时空隧道 于是伤亡惨重的 他们已经无心帮助唐僧了 此时唐僧已经被妖怪抓住 就在即将完蛋的时候 一双白色的翅膀冲了过来 中时打飞妖怪 抱起唐僧来到安全地带 随即一个变身 抓起金箍棒冲回国度 准备帮助唐僧救徒弟 放上全新装备的东施如有神助 在无数数妖的子孙大军中 硬生生炸出一条路来 还没等妖怪们反抗 东施已经成功冲进数妖大本营 而飞船上的女人 东施有情赠送一颗末日炸弹 东施带着炸弹 一气十足的开启新一轮的战斗 就在紧追不舍的情况下 直着东施一声令下 几乎望变成了冲锋炮 一顿子弹输出 瞬间将重妖怪炸成了灰烬 但书妖此时已经赶来 于是东施直接放出唐僧三徒弟 仔细丢出末日炸弹准备跑路 可书妖怎么可能任由他们离开 只见东施扛着书妖冲进老窝 下一秒 末日炸弹彻底爆炸 一朵蒙古云横空出事 而东施则在爆炸的前一秒 一个闪身成功逃离现场 并且活了下来 就在唐僧准备和东施说话的时候 却被东施一把推开 看着东施头也不回地离开 唐僧决定去解决最后的事情 再来到天庭 准备为被东施打败天王的事情请罪 直至对方居然说已经找到真凶了 这时唐僧才看到被困得严严实实的东施 这一刻他才清楚 所有的罪责东施自己已经扛了 唐僧不愿如此 决定去和玉帝讲道理 可使者却让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这么下去的唐僧上去就是一金雾棒 打倒使者之后 唐僧淡定地掳掉自己的帽子 你们这群统治宇宙的神 到底懂不懂什么叫爱 五百年前 孙武风大打天后 今日轮到唐僧的 在唐僧举起金雾棒的时候 如如神仙前来阻挡 直至唐僧一棒子直接将他们打黑 而躺在山洞里的玉帝 看着一个个神仙倒下 仍旧纹丝不动 下一秒 众多的神仙冲了上来 唐僧将金雾棒瞬间变长 结果被众神仙 齐心协力控制在墙壁上 然而唐僧成功挣脱后 再次被打黑 不仔细地唐僧抽刀 准备做最后一击 结果被打翻在地 再也起不来了 就在玉帝得意忘形的时候 脑袋被人一推 随意一把刀缝在脖子上 只见悟空直接威胁他 刘僧拎着他出去威慑众人 就在无人感动的时候 唐僧一头翻起的爬向东施 想要救他 在天河中突然出现一颗硕大的光头 静静一看 居然还时髦地带着两个金刚钻 原来是佛祖到了 悟空明白大势已去 直接跪了下来 一旁怂唧唧的玉帝 一看有人帮忙 立刻又嘚瑟了起来 谁知佛祖确实来做总结的 他肯定了东施的爱 这也批评了唐僧的行为 最后告诉他们重新取经 而东施仍旧需要为自己做出的事情付出代价 就这样唐僧几人再次踏上了取经之路 不一样的是 这一次的一匹白马 成为了唐僧的专属作家 一人一马在无尽的沙漠中前行 准备前去五指山救猴子 而唐僧取经的故事再次开启 影片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这是一部看似在讲爱情的故事 实际上却告诉我们 一个人想要做一些事情 除了提升自己让自己变强之外 在生活苦难中挣扎的我们 提升自己才是正经之路 喜欢真人真事改变和港片的朋友 希望点赞关注一下 是对阿豪的大力支持 好了本片已经讲完 撤退